欢迎您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吴天 第383集 吕哲此时心中想到 他与方林正面交手的时机绝对没有超过十分钟 就已经被他溃破了这么多的破绽出来 若是被他活着逃回到了梦魇世间里面去 凭借他强悍的分析力一旦四处的将自己的弱点到处的宣扬 那么自己在将来要面对的十强者争夺战当中就得困难重重了 他却不知道 方林的这一切应对方案都绝对不是在什么仓促当中做出的决定的 而是方林担惊极致 苦苦思索以后所得出来的安排 方林此时实在是将生死置之度外 以自身为耳来诱使旅者放弃自身的特长 便是在以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强烈的决心 要在旅者最为擅长的领域与之决一死战 旅者两次登基都是无功而返 虽然面上还是平静若横伴 但心中的那种傲气却已经熊熊的生腾了起来 加上又定下了必杀之心 他顿时口中传出了一声诡异幽诚的呼啸声 随着那个呼啸声传来 沙漠中猪然间卷起了一阵狂风 将旅者身体包裹在了其中 而远处数十公里之外 旅者剩余的四名追随者当中的两个人 忽然间浑身上下都僵硬掉了 然后倒地抽搐浑身上下 眼角口角处的皮肤都生生的撕裂 尤其是那名全身骨骼金属化的追随者 整个人身体的骨骼都被剥离出了皮肤的表面 只是骨骼鲜红里 惨杂着惨白 已经失去了金属的光泽 而惨毫连连间 因此看起来分外的凄惨悲惨 驴者就在这一瞬间 已经发动了他的十强者称号终极技能 无间传动 驴者的这个称号技能 与雷者的称号技能终极技 雷云风暴颇有些相似 但是驴者剥夺自己赐予追随者的特殊能力 以此际限来对自己的能力做出大幅度的强化 不过 驴者既可以选择仅仅剥夺自己追随者的一种特殊能力 然后进行献技 又可以选择将六大能力一起收回献技 献技掉自己追随者的一种特殊能力的话 那么能够强化驴者的传送技能三秒 在这三秒之内 可以使驴者的传送能力直接去除限制 施展范围扩大到一千米 并且无需目光触及也能直接传送 并且是先直接抵达目标地点 再耗费零点五秒的时间来重组身体 就不像是普通的传送那样 先要有着零点五秒的准备时间 才能够抵达目标地点 他献技掉自己追随者的两种特殊能力的话 那么强化的不仅仅是传送技能 更是哪怕在传送过去以后 也将会处于短暂的隐身状态 一旦打破隐身状态 对敌人发起攻击 那么在本身的攻击之外 还会对敌人造成附加的额外一百点 无视防御力的伤害 若离者献技掉了三至五种特殊能力的话 那么就只能增加隐身状态持续的时间了 献技掉五种特殊能力 传送过去之后的隐身状态的时间 长达十五秒钟 比如说吧 离者传送过来之后 打破隐身状态 斩了方宁一刀 但是他只是在出手的时候才是现身 一旦收招 只需要一秒钟 又会重新进入到隐身的状态 重新出招呢 将再次附加额外的一百点无视防御的伤害 当然 被付出的代价是被回收 先计掉的特殊能力呢 便在短时间之内 不能够再被使用赐予追随者 一直要经历完下一个梦魇世界之后 才可以重新动用这种特殊能力 不过 若是驴者六大能力一起都处于被回收献祭的状态下 那么无间传动所带来的个人增幅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也是能够与雷者的雷云风暴抗衡的恐怖存在 当然 他也要付出在下一个梦魇世界当中 驴者称号将会暂时消失 装备的武器也会有损坏的代价 发动无间传送 需要消耗两万点积分 二十点潜能点 被回收过特殊能力的追随者将会被吸取灵魂 当成死亡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七十五 发动无间传送以后 需要等待两个小时 才能够再次发动本技能 雷者此时 之所以要为了杀死方林 不惜发动这个对自身损害颇大的无间传送 因为 此时他一经不仅仅是要证明 那面山鬼的镜子是否落在了方林的手上 更是察觉到了 像方林这么一个心思缜密 城府深沉 更是狠得下心 连同同伴都要抛弃的人 若是不能够在他最落魄最脆弱的时候杀了他 那么当真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 芒子在背 后患无穷了 现在是宁杀错不放过 可怕的龙卷风将漫天的黄沙都吸卷了起来 将旅者包围在里面 看起来就是一条滚滚的沙龙 直冲云天 气势是磅礴而出 而方林乘坐的直升机似乎也感觉到了危机 不顾可能会被叛军雷达逮到的危险急速地向上爬升着 现在才想逃 被老鹰钉上的小鸡怎么可能逃得掉啊 彼者是冷冷一笑 神情一刹已经消失在了滚滚的黄沙当中 围绕着他的旋风与沙泥 物质在高速地旋转着 就像沙漠当中自行形成的龙卷风似的 但是内中此时 却已经失去了核心了 驴者终于登上了直升机了 他一发动传送技能以后 便陷入进了持续时间为三秒的隐身状态 在这期间出手 那么就会有一百点无视防御的额外伤害加成 依照他此时高达一百六十点的敏捷 三秒钟出手十次都绰绰有余了 可是 处于隐身状态当中的驴者 却惊异无比地发觉到 这架侦察直升机狭小的机舱之内 竟然空无一人 驴者一时间挣住了 他先前以龙卷风暴将自己完全裹住 那可是精神力探测的 无法透过的风之屏障啊 就是不想让方林知道自己是何时出手的 以免敌人提前有所防备 可是 他一传送上直升机以后 方林的人却死 人家蒸发似的消失在了空气当中了 而方林之所以能够察觉的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 重量 要知道 两人身处的战场并非是在地面上 而是在空中的直升机上 若是在平地上 驴者悄不声息的传送到人的身后 那么肯定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在这个小型直升机上 平天一个人的重量 根本不需要仔细的察觉 就能够体会到 这就像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乘坐豪华大巴一样 纵然是闭着眼睛睡觉 可是车上有人上下的感觉 还是十分的明显的 所以 方林一感觉到机身重量有变化 立即开启了拟化技能 向敏捷提升到了极限 反身跃出的机舱之外 单手攀附着直升机的起落架 而驴者的传送 有零点五秒的延迟 这期间才虽然无法被攻击 可是在刹那穿越的过程当中 自身也会有眼前一花的尸神反应 根本无法捕捉到方林的行动的 驴者也是反应极其迅速的人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 方林很可能察觉到自己的突袭 因此 他立即以极快的速度 做了遵循渐进的三件事 A 观察前仓 B 望向下方的沙漠 C 确认方林唯一可能呆着的地方 鸡腹 然后撕着一头可怕的鹰鹫一半 随之扑了下去 而方林就在下面 也单手攀附着直升机的起落架 对着驴者露齿一笑 尽管对于自己在近身搏斗方面 有着绝对的信心 但是驴者再见到了方林这一笑之后 还是不禁得心中一寒呢 他感觉就像是落入进了深邃的梦魇当中一般 浑身上下都透出了一股刺骨的寒冷来 他机灵灵打了一个寒颤 可是 驴者根本就不会被心中的感受所影响 他没有半点犹豫 是再次出手 五指之上的暗金色利爪 交互刮擦着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十分简单地向着方林当凶刺来 两个人此时都是挂在了半空当中 并且在驴者发动无间传送之前 为了躲避他的追杀 直升机就开始向高处爬上了 直升机 更是在以四百千米的时速在急速的飞行着 因此纵然是在沙漠之上 身边的风速之近的也可想而知 对于现实世界里面的普通人来说 驾驶摩托的时候 若是不戴头盔的话 能开到八十公里的时速不出事故 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而这时候方林与黎哲两个人的眼耳口鼻哩 此时都是灌满了风的 眼睛也已经眯缝了起来 但是敏捷高达一百五十点以上的旅者 在这一次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 只见他的手腕一动 直接递到了方林的身前 就连利爪周围的空气 此时也被卷动起了一阵疯狂尖锐的呼啸声 可以想象得到 若是被打中了 那已经不是一个血洞的问题了 势必若被钻头钻头那样一样 皮开肉绽 血肉骨骼都划成粪磨 混合在一起 无法辨认 值得一提的是 旅者此时因为船送入机舱以后 因为要寻找方林的原因 多耽搁了几秒钟 出手的时候 本体已经不在隐身状态当中了 因此出手的攻击 也已经没有了 附加上那一百点的 无视防御的额外伤害了 好在 启动了拟化技能的方林 此时的敏捷值也达到了一百三十点左右 与旅者之间的敏捷差距并不大 若他此时还是保持着 以精神力为主的主要属性最高值的话 那么旅者的动作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而这个时候 方林忽然间又不见了 说是不见了 是因为旅者已经算准了 这一次之下 他要么乖乖挨刺 要么就是放松手掌 来一个自由落体 此时的直升机 已经爬升离地面近五十米了 方林掉下去之后 在茫茫大漠当中 更不可能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方林竟然可以向上翻腾 直升机的基附板被方林预先就割出了一个不大的动来 被他一顶之下冲天而起 这旅者又再次失算 竟然出手之后 又失了个空 连续出手不中 这已经是旅者生平从未有过的耻辱之事了 不过方林先前已经有突然暴增的敏捷 使得旅者吃了一次大亏了 他怎么可能没有丝毫的提防呢 精神顿时就收敛起来 紧紧握住了直升机起落架上的左手 这么一戒力 啪啦一声 拧断了坚硬的支架 戒力之下 紧随着方林的身形突了上去 他深知 与精神力特长者作战的时候 千万不能与之拉开距离 尽管方林此时表现的 似是敏捷特长者 但是旅者丝毫都不肯大意 他双手合拢成锥子一般 疯狂地卷动 金属碎气横飞 气流狂击 旅者的双手合拢在一起 似钻头一般 生生地将直升机的肌腹钻头 如影随形地追杀而来 可是方林此时正在上面等着他们 而且是等着让他打 他将那条使不上力 软软垂下的瘦伤右臂 放在了身体的前方 就仿佛像是盾牌一样 在鲜血激喷之下 旅者合拢在一起 高速旋转的手掌 已经将他的右臂直接钻头 刺出一个大窟窿 只剩下了皮肤与之相连 周围的机舱壁上 沾染满了飞溅出来的暗红色的血肉 可是旅者的这一击 刺入方林的身体越深 感觉到阻力就会越大 那种感觉就像是刺入了十分绵密粘稠的物质当中 将这所有的伤害都给尽数的吸收了去了 这不可能啊 虞者的瞳孔为之收缩了 身经百战的他清楚 这种感觉 赫然是体力值达到了一百二十点以上的人才有可能出现的高防御现象 他猛烈心中涌现出了一种强大的不祥预感 迅速的抽手出来向后击退 而高达一百五十点的敏捷池顿时发挥出了优势的速度 干事 这儿是哪儿啊 这是直升机狭小的机府当中 哪里有地方给他躯避腾挪啊 旅者猛退之下 只觉得头脑当中是汪汪一响 脑袋是重重撞在了飞机的舱壁上 撞出了一个深深的凹痕来 顿时他头晕目眩了 方林却猛然先伸出了左手不知怎的 方林此时动作就显得是颇为的缓慢 只不过旅者痴痛慌乱之下 加上地方狭窄根本是避无可避 却是被他将自己的一双手给捏住了 旅者立即就觉得 这双手之上仿佛被圈上了一道铁锅 这一正之下却根本挣脱不开 对方的力量竟然远远在他之上 旅者的心中那种惊骇是难以形容的 这也吓我了 这家伙明明是个精神力特长者 怎么可能呈现出这种的力量 敏捷体力都在一百二十点一升的效果呢 不过 旅者此时又出现了一次认知上的错误 那就是方民此时的属性其实乃是偏重于力量和体力的 敏捷与精神力此时都跌到了最低点 而这便是方民敢于只身乘坐飞机前来独自挑战旅者的底牌了 进入世界以后 他手上还有整整的两点黄金潜能点没有加上 而林一秀那里的黄金潜能点也直接丢到了KOF契约的公共空间当中去 拿了一点以后便凑成了三点 方民在沙漠一战以后 情知此时已经是生死一顺的时候了 等到旅者恢复状态带着六名追随者赶来以后 自己一行人便是有死无生了 在这个时候 情势已经迫切到了刻薄容缓的地步了 好在 这时候的方民本来悟性就高 又舍得耗费积分潜能点的勤家练习 算得上是既有天分 又肯发愤图强 努力的工作 当然是努力的训练 因此他已经将拟化等级一的拟化方式渐渐的熟悉了 所以他直接用黄金潜能点将拟化升到了等级四 立即就获得了等级四的附加强悍属性 而这绝对不是方林未卜先知 他知道提升到拟化四等级之后 产生的附加属性就一定能够做到扭转乾坤 而是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若是整整耗费了三点黄金技能点才提升上去的技能附加属性都十分鸡肋的话 这种儿戏一般的效果也就完全违背了梦魇空间当中的规则了 拟化四增加属性 使用后持续时间由三十秒延长到一百二十秒 对自身属性的改变次数由四次上升到八次 冷却时间由十二小时减少到两小时 拟化等级四附加额外被动属性 破釜沉舟 当你在使用拟化以后 在拟化技能生效的一百二十秒内 可以有一次同时强化双属性的机会 突破不能比最低属性值还低的限制 在一次拟化技能的持续时间 一百二十八秒的八次改变当中 尽可能出现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 决意效果何时出现由十数者决定 举个例子来说吧 方林在使用拟化等级四以后 他目前的属性是力量十五 敏捷二十 体力二十五 精神力四十点 当然了 方林不可能有这么低的精神属性 这仅仅只是打个比方 其总属性核是一百点 在没有出现破釜沉舟效果以前 方林顶多将思维当中的某一项属性加到四十点 在出现了破釜沉舟的效果之后 就能够突破以前的限制 将自身的某项属性降低到比最低的属性值十五点还低 用多出来的点数将力量敏捷值都提升到四十点 而体力和精神力呢 也只有十点可以用了 此时的方林就是悍然发动了 拟化的附带特殊属性破釜沉舟 瞬间将自身的体力值与力量值提升到了一百二十点以上 而敏捷值与精神力狂泻 死死的将旅者压制住了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